本期话题 贸易战自古就有 去年2018年持续时间最长 热度最高的新闻 恐怕就得属中美贸易战了 到了今年呢 恐怕这依然是个热点话题 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新消息出现 很多人看了这个新闻呢 都以为贸易战是个新事物 说以前咱们就知道海战 陆战 空战 没听说过还有贸易战 这贸易战是啥玩意儿 是不是就是对做进出口生意的人有影响 说我们家里也没有从事这方面工作呢 那这事跟我关于不大吧 事实上贸易战可不是个新鲜词 它自古就有 而且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今天老梁同事就给大伙说说 古代的贸易战是怎么打的 咱们通过这些事了解一下 贸易战对普通老百姓有哪些影响 古代的贸易战呢 首先咱得提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就管仲 大家都知道管仲是春秋时期啊 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一代贸易相 管仲就非常擅长运用贸易战来征服帝国 当时齐国的疆域呢 就是今天山东泰山以北的地区 泰山以南呢 叫鲁国 所以咱现在一说齐鲁大地 就指着山东 那么齐国旁边呢 还有一个梁国 这鲁国和梁国呀 就围绕在齐国的身边 那齐桓公想成就霸业 首先疆域得足够开阔 所以就打上了鲁国和梁国的主意 就问管仲说 怎么才能把鲁梁这两个国家拿下呢 管仲就出了这么个主意 并且马上就实施了 管仲说鲁国跟梁国这两个国家 百姓以啊 支替为生 什么是替呢 就有蚕丝和棉纱呀 织成的一种布料 老百姓呢 很多呢 人选择穿这种衣服 反正粗了巴唧的 你说它不好 还凑合 你说它是绝对好布料还谈不上 所以就鲁梁两个国家呢 百姓以支替为生 就生产这种布料 这齐桓公就听了管仲的 管仲就告诉他 说大王你带头啊 穿这种用替的布料 做成的衣服 你穿 大臣就跟着穿 大臣穿 老百姓就跟着穿 这就品牌效应吗 上个所好 下别风之 而且关键这个布料呢 它没那么贵 它不是上等布料 老百姓也穿得起 你要皇上带头穿 得一帮人跟风 可是呢 这个T啊 齐国不生产这东西 得从鲁国跟梁国 两国家进口 齐桓公就听了管仲的计策 就照这来的 结果经过一段时间呢 齐国上下 都穿上这种衣服了 在皇上带东西 太紧俏了 搞得有钱你都买不到 这时候呢 管仲呢 派人找到鲁国跟梁国的这些 搞边境贸易的商人 说我们那国王啊 太喜欢你们这种面料 就喜欢他粗了吧唧的 还原生态呢 现在齐国境内都买不到了 这么这么 我们出大价去 你们能不能给我们多进点货 我们齐国人还多 要得多 这商人可高兴坏了 那没问题 赶紧回国大批量采购 结果就三番五四的 持续了有半年多这种采购 你看原来这个鲁国梁国两个国家 支替的那些作风啊 还有什么人手不够了 就赶紧得雇工啊 扩大规模 老百姓一看支替能挣钱呢 挣大钱呢 比种地强多了 地也不种了 啊 搞养殖地也不搞了 全都来这个从事这纺织业来 这时候鲁国梁国两国家的国军 高兴坏了 咱也不用向老百姓征税了 齐国不有钱吗 咱就向他出口啊 卖T带来的财政收入 就够用了 于是呢 鲁梁两国家的国军 发布政令 大力发展仿制业 发动百姓都去支替 就这么着呢 过了一年多点 就十三四个月左右吧 管仲呢 悄悄派人到鲁梁两国家打探消息 探子回来禀报 说现在鲁国两国 两国家发展的可好了 有钱了 城市化提升了 马路上人也多了 走路说搞得尘土飞扬 时步以内都见不着 对方看不清对方脸 交通是特别堵 你坐车的话 车轮车轮都得打仗 骑马的话 必须得列队也行 要不走不开道 管仲一听说这个值得了 他很高兴 就说明什么 这贸易战成功了第一步 他们都奔着使劲呢 也挣着钱了 钱的导向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这支替能挣钱 那就没人种地 没人搞养殖业 管仲很高兴 就禀告齐桓公 咱们现在可以拿下 鲁梁两国了 说怎么的呢 说你不是把人家经济给搞活 人家有钱吗 这怎么还能拿下呢 管仲说 说大王你看 他们现在都没人种地了 这农业产量肯定跟不上 接下来有大问题 咱怎么办呢 从现在开始 你改穿布料的衣服 就丝布那布 你穿这个衣服 而且规定 咱们老百姓 谁也不准再穿T 再穿用T做布料做的衣服 我斩手 然后呢 封闭关卡 跟鲁梁两个国家 断绝外貌往来 齐桓公赵太主 一一照做了 你想 国王不穿这种衣服 大臣百姓也不敢穿了 这样又过了十个月之后呢 管仲派人到鲁国梁国打探消息 探子回来说 说现在可完了 鲁国梁国百姓老惨了 闹饥荒了 原来大伙都去支T 谁也不种地 现在没饭吃了 结果那粮食呢 比咱们国家得贵好几十倍 而且这个挣的钱 原来挣的支T的钱 现在都不够买米的 咱们不买他的布了 他收不上来税 现在他的国王 又命令老百姓 不要支T赶紧种地 可是种地你说种就种的 那三五天粮食就能出来呀 一个月半个月 他也涨不出来呀 所以老百姓痛苦不堪 管仲一听说 好 这回行了 结果都没用打仗 两年之后呢 鲁国梁国的百姓 挨饿呀 逃荒啊 所以有大概十分之六左右 都投办了齐国 三年以后 鲁梁两国家国军也扛不住了 也归顺的齐国 所以你看 管仲特别善意通过贸易战的方式 打击敌国经济 缺得不战而群之兵的效果 你看后世记录他世纪的 管子这本书里边呢 有个轻重篇 总共有十九篇文章 都是来记述他如何靠掌控经济 来控制他国 但是咱这么说 你听着贸易战这招好使 也不能轻易用 所谓杀敌一万自损三千 有的时候打不好 错误估计形势 还可能像咱们外交部 常说的那句话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个宋太祖赵光义 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期间 就位于这个西北边陲 就是现在的陕北地区 甘肃宁夏青海那一带 有个首领叫李继谦 率领的人叫党向部落 一直是当时宋太宗赵光义的 心头大患 表面上的党向人归顺宋陶 但实际上依然维持 藩镇格局的局面 经常还抢夺临近周县的一些财物 背叛大宋 这就让宋太宗赵光义非常愤怒 怎么制约他呢 党向人所在的地区 盛产清盐 味道好还便宜 咱们看现在就青海地区的盐产量 在全国也举首 而宋朝境内出产的盐 基本都是山西运城的盐 味道发苦 价格还高 所以党向人的清盐特别受欢迎 这也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 于是呢 宋太宗就接受大臣建议 严禁清盐 切断他经济来源 并且严令禁止 若有敢私自贩运清盐者 都是死罪 结果呢 这贸易战没整好 出现了很强的负面效应 首先是呢 临近的地区呢 这个就边疆地区的老百姓 没有延迟 人不吃眼哪受得了 导致好多的地方老百姓 背叛宋朝 投降党向人 而他的党向首领 李继谦也趁这股乱劲 时不时在边境骚扰一下 老百姓没延迟 哪有劲 结果没几个月 这禁令挺不下去了 大宋只能把这禁令解除 一晃呢 到了宋人宗时期 这时候李继谦的孙子李元浩 干脆独立成立西夏国 这宋人宗不能忍呢 在那派兵征讨呢 结果连续三年打了三次大仗 屡战屡败 而且这三次败仗是非常磕着 打得太丢人 头一年呢 李元浩为了逼迫宋朝 承认西夏的地位呢 率领西夏军进攻宋朝 打到哪呢 都打到今天延安北边的安塞地区了 然后呢 给城里的支州泛勇写封信 说我打大宋我后悔了 我这边也扛不住了 我愿意跟大宋和谈 这范勇接到信呢 傻了吧唧的就信以为真 也不调查一下 快马加边就拿这个当功劳似的 报给朝廷 说西夏跟咱求和了 城里防御也不像以往那么严了 结果第二晨一早 守城的士兵换班的时候 李元浩趁机率军进攻 几乎就是兵不血刃吧 这么第一仗就把大宋打个西洛华朗 第二仗呢是第二年 宋神宗重整旗鼓 准备打场应仗 出动了一万零三百人的军队 从朝廷里呢 派了忠心耿耿的大臣范仲淹 范仲淹选了自己信得过的一个将领 就韩旗 两人就带着一万零三百人呢 浩浩荡荡赶到陕北 准备开打 可是这俩人呢 都是文官 对于带兵打仗呢 都属于二把刀 结果跟西夏军队作战不是人各 全军覆没 到第三年 宋神宗还不死心 又派了九千多人 结果这些当兵一听说 跟西夏打仗都害怕了 士气极其低落 结果这九千多人 也是全军覆没 所以武力上无法形成对抗呢 就有人向宋神宗出主意 说咱们再 把这锦岩的贸易战再打起来 就这一次为了吸取宋太宗的时候 锦岩实务的教训呢 朝廷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的食言 先从事西北 别到时候出现炎荒 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呢 果然奏效了 西夏国的百姓全民建兵 平时该种地种地 该放牧放牧 到战争的时候 拿起武器就得上战场 而且武器马匹 还得各个部落组长啊 自个背 所以他们并不爱打仗 这次进言之后呢 各部落组长怨然很深 说李元浩你说你打仗干啥 不就为抢钱抢地盘吗 现在可倒好 你打仗抢着点东西 还不如咱过去卖青岩 挣得多呢 而且打仗成本高 还有伤亡 不行咱和谈吧 李元浩一开始打仗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你大宋承认我西夏国 所以他觉得这目的也达到了 愿意和谈 但是呢 我把你大宋三战打成这样 你得给我点好处吧 所以和谈 他前提就是要开放严禁 不能禁言 你得让我们的盐自由地 卖到你大宋各个市场去 其他什么钱呢 不批粮食 这赔偿你还得给我 这个消息传到了大宋朝廷里 大臣对这个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有的同意 说只要不打仗就行啊 咱们和平发展 有的坚决不同意放开禁言 当时的包公就包整 就是这个放开禁言的坚决反对者 他说元昊树州之地 采用所出 皆来自于青岩 就说你元昊 他所辖的这个西夏地盘 财政费用 基本都来自于卖这个青岩 说现在呢 如果你要让那青岩 自由进入大宋的市场 那今后恐怕呀 咱们就前功尽弃了 一旦放开这口了 等于拿咱们钱资助敌国呢 这不行 最终的宋人中的采取个遮中的办法 就是你要钱 要布匹 要粮食 我都给你 但是呢 这盐我不能放开 每年呢 我可以从你那买一定数量的盐 但是只是官卖 不能允许你盐呢 进入到大宋领地 自由去买卖 所以这样的话呢 一方面呢 是大宋的跟西夏 获得了短暂的和平 另一方面呢 也遏制了这西夏的盐 大量地进入到大宋的府邸 如果他真要进来随便买卖 那恐怕这个口子开了之后啊 你再想收拾西夏就很难 所以说这时候吧 贸易战谈判 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 双方都很有着智慧 都知道自己的命闻在哪 也都知道 对方顾忌的是什么 那要说到贸易战呢 这里边门道太多了 你看我再说几个例子 宋真宗的时候呢 跟辽国呀 就这契丹 有时候是敌人 有时候是朋友 那么在两方边境的 这雄州这一块呢 设立一些固定的交易场所 这个时候 这个交易场所啊 比较抢手的一些 是珠宝钻石首饰 这些东西 因为大宋这旁边 设计的很精美 文化艺术水准很高 辽国那些个美女啊 有权利的富婆啊 有钱的都喜欢买 但这个呢 是当时宋辽之间 明令禁止交易的商品 结果当时主持 雄州交易市场的官员 叫李允 他发现之后啊 就上述给皇帝 说咱们别禁止这个 放开 还得拿大量的珠宝钻石 到这来卖 为啥呢 他说你想珠宝钻石 渴了不当水 和饿了不当馒头吃 咱们等于用咱没用的东西 去交换他们有用的东西 珠宝首饰都是奢侈品 价钱高 又没什么实用价值 卖了就卖了 正好把对方的财富 把对方的钱给拢过来 所以你看这招 很管用 后来明朝万历年间呢 蒙古人 但说瓦剌达嘛 就瓦剌这个部落 向明朝臣服 双方开放贸易 但首府大臣张巨正啊 对贸易清单当中的铁锅 他给予了特别县认 说我们要是卖给蒙古部落 这铁锅 第一个 只卖广东的铁锅 给他 第二个 你瓦剌要买锅的时候 必须以旧换新 你想买一口新锅 拿你以前 用剩下那个吊银的废锅 你来跟我换 有人说为啥 现在以旧换新 就为了省了钱 再一个也把旧货处理 但张巨正可不是要非无利用 他是防止瓦剌部 大量的采购铁锅 回去之后呢 把它熔炼一下锻造武器 因为瓦剌的铁制品少 冶金技术也不如大明 所以那时瓦剌打仗 打败了跑的时候 都舍不得铁锅 得把铁锅背走 所以这个时候张巨正要 你必须以旧换新 就是控制 你占有铁的这个数量 说为啥专卖广东的铁锅呢 因为当时广东铁锅质量最差 你就想锻造兵器 非能锻造兵器 可能铁锅都漏了 锻造兵器也不是好兵人 也不抗食 所以你看呢 这贸易战呢 真不简单 什么能卖 什么不能卖 什么能买 什么不能买 都得结合国家的情况 实时调整 但是这种贸易战 对于老百姓来说呀 有时候挺惨 就古时候的贸易战呢 多是给战争做准备 就国家对经济行为进行改设 根本没有市场经济可言 所以他根本不会管 有多少老百姓呢 靠这一产业链呢 才能够存活 这点朝廷是不管的 所以这也是 但是这也是 我从来的 我从来的 没有什么 好 这就是 我从来的